保鲜 不要找了 你们这是干嘛呀 老板 你要找的人救着他 你就是张大屯是吧 是我 北京大学21服装设计系毕业的 今年28岁 01年的 对是我 老板 不是 那你这么高的学历 为什么在这擦地啊 那个狗主管说的 他要让我从基层开始做起 狗主管 这样 林秘书 把狗主管教导办公室 行 老板 你怎么能让人教狗主管呢 他一直不待见我 我这上游老下游小的 我弟弟妹妹还等着我挣钱 供他们上学呢 老板 我需要这份工作 他来了肯定会把我开除的 行了 说完了吗 老板 说了 你给我出办公室 你就叫张大屯是吧 给我蹲下屯 长得驴狗麻辣的 我的狗 啥啥个 我告诉你 这个方案 明天老板六点钟就要用 今天晚上 加班加点必须给我做出来 我不管你是唱四处吃饭还是干嘛 把你洗熬干了你都给我做出来 听到没有 说话 听到了 还有 这个位置不要写你这个破名字 什么张大屯 这个地方要写我的名字 听到没有 你舌头是不是用多了 不会说话 跟你说话呢 我 听到了 快点 我告诉你 好好干 干不好了 后边一边都让人排队呢 听到没有 干不好 明天就给你开谱调 快点 坐 赶紧 走 狗主管 狗主管 张大屯 你来咱们公司有几个月了 有两个月了 两个月了是吗 这样吧 这个方案你看一眼熟不 方案 怎么会是这个方案 老板 我对方案不了解 不了解 你除了在咱们公司做保洁 没做过其他的 没有 就干保洁的工作 你确定 我确定 老板你找我 狗主管 来的挺快 是 你们部门设计的这个 雪地索用库的方案通过了 是吗 一上市就卖了80万单 8万 公司董事会决定了 奖励你们现金60万 60万 对 啥时候给钱 呃 这个钱的事先等一等 你说这个方案是你做的是吧 对 这不写我名字 这样吧 嗯 呃 这个东西呢 它的卖点和的细节 我还不太了解 要不这样你给我讲一下 那我给你介绍 哎 方案不是你做的吗 那你都能背起来了吧 那我写的我能不能写两万多字呢 这样吧 啊 我这呢 最好有这个样品 来 这拿15的就好 拿15讲吧 这不山毒椅啊 锁仓库吗 锁仓库 啊 大红色的 过年了 起庆 没这个必要了吧 没必要了 我再问问你 这方案到底谁做的 这方案不是写我名 我做的 我再问最后面 到底谁做的 他做的 他做的 现在承认了 是吧 狗主管 你可以啊 跟我十多年了吧 别的被学会啊 学会冒命顶替了 没有老板 我看他十一通 这方案做挺好的 给你这么多年了 也没啥作为 我就写我名了 啊 你没有作为 你做不出来方案 你就盗用人家 劳动成果 是不是啊 他一个农村来的 原来在老家 放牛的放羊的 农村来的 网上数三 那谁家不是农村呢 啊 现在在你的眼里 人也分三六九等吗 还有 十多年前 你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农村呢 啊 他是农村 你什么人 穿的什么狗样的 你良心狗吃了 狗主管 我觉得你现在人品呢 不适合在我们公司工作了 这样吧 一会呢 你去财务 出门又转 看见了吗 第一份辞职报告 离开我的公司吗 老板 你给个机会吧 我给你机会 我给你机会 给他机会了吗 啊 先做人 后做事 你连人都不会做 还可以做什么事啊 买本四点 回家查查 人子怎么写 滚 来 张大夫 其实啊 这件事呢 发生在我们公司 也是我管理上的疏忽 你呢 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 有心理上有阴影 好不好 这样吧 你这个方案呢 做得很好 我们公司董事会也决定了 所以说啊 这个服装设计总监的位置 就交给你来做 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有 以后呢 教你的所学 在咱们公司啊 发光发热 我相信啊 试金子总会发光的 嗯 加油 加油 加油